受到灿速台风的影响 花莲地区从11号深夜开始 陆续出现强劲的风势与间歇性的豪大雨 这也让吉安乡东里七街一处巷弄内 10米高的路数倒塌 砸坏了停在一旁的轿车 造成前挡风玻璃以及天窗全部碎裂 车子也跟着进水 灿速台风从11号深夜开始 在花莲地区带来豪大雨及超强震风 这也让吉安乡东里七街一处巷弄中 有10米高的路数倒塌 还刚好砸中停在路边的轿车 好像来三点了吧 一到碰一声啊 很大声 我就起来看我是不是这个打下来 音色轿车硬生生被路数砸中 前挡风玻璃及天窗全都破裂 车内也跟着进水 吉安乡公所在获报后 12号上午10点左右 也派员到场进行排除 10米高路数不敌强烈雨势 凌晨2点应声而到 所幸当下没有人员经过 才没酿成严重伤亡 记者许丽琴吉安乡报导